一大群变种人闯入幸存者营地 挡在身前的铁门幽如摆设 丝毫挡不住丧失前进的步伐 唯一的出路被堵住 幸存者们只能四散逃窜 自行寻找藏身之所 瓦勒是这群人中为数不多的战力 可仅凭他一人 根本无法阻挡变种人的脚步 对方的目的很明确 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行 瓦勒发现这群变种人 隐隐以红衣女子为首 虽然距离远看不清样貌 但他还是有把握将其击毙 身后的米特挤得抓尔劳塞 直接出手电运了瓦勒 因为他的心中很清楚 这群变种人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米特直接跳到为首的红衣变种人身前 大喊着莱雅跟我来 这一招果然好使 所有变种人齐齐调转方向 缓缓走出了营地 门口躺着女性徒的尸体 脸上的抓痕无比猙獰 米特心中气急 示意莱雅继续 他要带着变种人远离这里 躲在地下室的幸存者 齐齐松了一口气 只是想不通米特是如何做到的 同行的小女孩突然咳嗽两声 所有人的脸色顿时大变 难道他被病毒感染了 托利仔细检查了一番 发现只是眼部泡着 不过也得及时治疗才行 瓦勒认为这个地方不能待下去了 刚刚弄出的动静太大 肯定引起了艾卡公司的注意 可其他人却觉得 小女孩刚刚患病 根本经不起颠沛流离的生活 就连最好的朋友托利都觉得不该外出 瓦勒心中憋屈 但还是很好地冲到了守卫的角色 将破损的铁门重新加固了一番 这时候萨莎跑过来汇报 咱们之前抓住的人质逃走了 原来就在变种人突袭之前 瓦勒外出寻找小艾时 无意中发现一名守卫有些奇特 对方不但脱离了巡逻队伍 而且还四处寻找若丹的变种人下手 像是在刻意搜集他们耳朵里的圆棒 瓦勒的好奇心大事 悄悄摸到后方制服了守卫 搜走身上的所有东西后 瓦勒直接将人带回营地 谁知还没开始逼供 对方就十分爽快地交代了 他的名字叫做安德鲁 其实并不是爱卡公司的守卫 而是来自封锁区外的雇佣兵 前进来的目的就是收集有关病毒的资料 至于幕后金主的信息以及出去的方法 安德鲁却是闭口不谈 瓦勒还想继续逼问 却不想大权变种人来袭 他只好匆忙跑出去应对 安德鲁则抓住机会趁乱逃出房间 听闻此事的瓦勒心想要坏事 这种亡命之徒随时都会跑回来报复 当然他们的危机还远不止于此 变种人刚刚聚集时 爱卡公司就察觉出了异常 前去探查的守卫 也凑巧看见了米特引领群尸的场景 负责人收到消息后异常兴奋 这可是研究操控变种人的绝佳机会 当即下令将领头的女子和纳的男人抓回来 而此时的米特和莱雅 已经身处某个房间内 后者虽然变成了异种人 可却表现得对米特无比依恋 怪不得会兴师动众将他找回来 可米特身知人是殊途的道理 即便是死也不愿意跟莱雅在一起 一次次试图激怒对方 可他硬是忍住没动手 只是向征信地发出音波攻击 米特很快二魔充血 接着便无力地瘫倒在地 当他再次醒来时 察觉莱雅似乎少了几分野心 既然无法摆脱这个冤架 米特决定跟对方一起共赴皇权 可点燃打火机的瞬间 他又想到了什么 连忙扔掉打火机 再次将莱雅带到当初两人居住的豪华酒店中 原来米特打算帮对方重拾记忆 只要他能恢复几分人性 两人重新在一起也不是不可能 水之莱雅突然点了点头 米特顿时瞪大眼睛 难道他能听懂自己说话 这无疑让米特的心心大增 接下来他要做的 就是让莱雅开口与自己交流 可惜无论对方如何努力 喉咙里只能发出尖锐的嘶吼 看样子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米特耐下性子 开始讲述两人曾经的过往 莱雅起初听得十分入迷 可没过多久便将米特一把推开 原来他之前表现出的人性化 只是间歇性的 时间一到就会再次转化为 冷血无情的变种人 米特对此早已习惯 匆匆离开房间 并将大门锁了起来 而瓦勒这边的小女孩病情更加严重了 托律表示得尽快找些消炎的药物才行 毫无存在感的领头人 科基突然站起身 他知道附近有个药店 打算冒险外出给小女孩找药 所有人都不可知心的打量科基 这或什么时候转信了 科基没有理会 而是静止找到瓦勒 以寻找药物为由 从他这里借走一把武器 瓦勒叮嘱天黑之前得还回来 咱们的库存不多了 谁知科基刚刚走出大门 便将托律提供了药品清单烧毁 原来他也感觉到这里十分危险 准备脱离老弱病残独自跑路 瓦勒几乎烦透了 这里的破是一大堆 自己的心上人小爱还不知身在何处 他甚至有时会出现幻觉 出去寻找他的下落 记者那家执意要一同前往 因为他想尽可能多地收集素材 而此时的艾卡公司负责人 却是陷入两难的境地 虽然知道莱雅的大致位置 可他的周边聚满了变种人 贸然闯入的话 双方很有可能都会出现伤亡 这是艾卡公司无法接受的 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 先弄清楚这对男女的身份再说 手下很快传来报告 原来他们和144号实验体小爱一样 都是第一批克莱托病毒的实验对象 难道当初的实验有什么特殊之处 负责人当即下令 搜捕另外几名在逃的实验对象 没过多久 在外收集病毒样本的安德鲁 便在抢来的手机上收到消息 而此时的瓦勒也在宣传屏幕上 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艾卡公司宣称 这些人携带初代病毒 只要遇见了就得尽快汇报 记者那家连忙掏出摄像机 表示这些都是艾卡公司的罪证 这让尚存几分警惕的瓦勒大为感动 两人接触的时间并不长 就在这时 雇佣兵安德鲁远远走了过来 他这次并不是来寻仇的 而是要跟瓦勒做一笔交易 随即掏出那部抢过来的手机 只要有了他便可以 接入艾卡公司的内部网络 查询到任何想要的资料 而安德鲁的需求也很简单 只要瓦勒交出 从他身上搜走的金属圆棒就行 瓦勒表面上答应的痛快 可是心里慌得不行 因为那盒金属棒早就不翼而飞 他几乎搜遍了每个人的房间 却始终没有找到 瓦勒只好谎称 铁棒被外出的萨莎带走了 不如先看看艾卡公司的实验资料 当他得知里面 储存了所有被抓的变种人信息 整个人顿时变得激动起来 说不定欣赏任小爱就在其中 果不其然 当瓦勒翻到144号实验体时 再次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庞 不过资料下方罗列了几十条信息 都是已经做过的 以及之后要做的实验 看到这里的瓦勒悲喜交加 他迫切想要见到魂牵梦妖的小爱 和营地中的几位打好招呼后 瓦勒静止朝着艾卡公司的实验室走去 而此时的负责人正在研究 被莱雅杀死的女教徒 看着脸上的伤痕 应该是被指甲击中所致 而且伤口中还有极高萌度的病毒 研究员不由的感慨 原来这才是克莱托病毒的恐怖之处 变种人虽然恢复能力极强 可攻击一直是个短板 如果他们都能进化出带毒的黑色指甲 那才是真正的完美战士 而且变种人的消耗也非常低 只要定时补充葡萄糖或者甜食就行 负责人忍出狂笑的冲动 抓住莱雅的意愿更加强烈了 就在这时 耳中传来瓦勒贤来自首的消息 这不就是瞌睡了就有人送诊痛吗 于是他亲自来到审讯室 瓦勒开门见山 表示想要见见小爱 负责人翻开资料 这可是实验室重点观察对象 哪是瓦勒想见就能见到的 后者自然有备而来 他说只要能见到小爱 自己可以提供其余几位一代实验对象的下落 负责人立马笑脸如花 当即决定满足瓦勒的需求 另一边外出寻找物资的米特回到酒店时 莱雅再次恢复成人性化的一面 他居然主动拿起一盒甜点 如同抢食的小姑娘般狼吞虎咽起来 米特贴心地给他擦拭嘴角 接着又带着他翩翩起舞 可惜对方始终无法开口说话 米特的耐心终于耗尽 质问他怎样才能恢复 可惜回答他的却是犀利的迎波攻击 当米特再次醒来时 看到莱雅痛苦地掐住喉咙 嘴中缓缓吐出几个字 此时身处艾卡公司的瓦勒 已经被人带进了小爱所在的实验室 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 男人待在原地久久无语 这时候研究员出声提醒 小爱的脑部指数发生波动 之前注射了17种致命病毒 也没出现过这种变化 以上就是节后余生第二季的第三期内容 艾卡公司的作死行为 是否会造就出第二位丧尸女王 想知道答案的朋友 还请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